这样一张照片他真的给他拍到飞碟了吗 我们继续拿着这个画面去请教飞碟学会的专家请他们来鉴定 专家告诉我们这个照片看起来造假的几率很低 换句话来讲这个拍起来像是烟灰缸造型的东西应该就是飞碟了 飞碟学会呢甚至说这是台湾过去30年来拍到的第三张飞碟的照片 到底照片左上方出现了这一大个黑色不明飞行物体究竟是不是传说中的飞碟 专家仔细一看有了惊人之语 因为照片中的物体有九成的可能就是飞碟 根据我的经验跟国外炒拍到的这样一型的飞碟是一个典型 所谓典型的飞碟就是说 你看开玩笑什么基本款 好像一个盗罐的烟灰缸 它底下远远的 然后上面远远的那底下甚至有一些发动机 专家说这不太可能是民众造假或是飞鸟甚至是悬浮物 因为这样的倒立式烟灰缸型飞碟 曾经在台湾也被目击过 像是2003年在南投日月潭 十分相似的小黑点被民众给拍摄到 事后就被飞碟协会认定是飞碟 去年南投水里也出现过这种景象 而这样的相片30年来也才出现过两次 这一次是第三次 机会可以说是非常难得 专家都认为应该就是飞碟 因为在国际上被派到类似的不明飞行物 也只有1997年在南美洲 1993年在纽约和1981年在冰岛上空出现过 由于民众拍摄到的飞碟照片绝大多数都是造假的 像这样被专家认同的实在非常难得 恐怕会让国内的幽浮迷又有新话题 可以好好讨论了 东西新闻 杨树鹏 郑伟宏 台北